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是是是 我自然比不上你的霓裳 替你求情 替你受过 她对你如此之好 你当然恨不得把她供起来 不过 我劝你还是优着点 她再好 跟你不过是萍水相逢 管不了你一事 而你 也总有走夜路怕黑的时候吧 别的不说 她整日跟成天拉拉扯扯 眉来眼去 我要是你啊 恨都恨死了 亏你还没脸没皮的 男人就当个宝 霓裳三杯你这不下毒呢 元香别吵了 大半夜了算了 所以霓裳好好活着 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汇报 师父的意思 是让我不要报仇 身为女儿 活着已是不易 放下仇恨 安稳地活着 不 若你的父母帝下有知 肯定也是希望 你能平安一生的 不 我的亲人被杀的时候 就在我的眼前 我这辈子也无法忘记 他们临死前的样子 我活着 就是要为谢家喜情冤屈 重振谢家家业 不完成这个心愿 纵然我活得再好 也毫无意义 这苏家现在是越来越没有分寸了 这个月的历钱还没交上来 现在一家新店开张 这种小事也值得来叨扰大人 这苏公明听话都是听话 就是越来越不中用 大人息怒 不然下官派人去敲打敲打他 免然他真以为拿下了整个横头会 在公事局面前 就能挺直了腰板 这公事局的县 字里行间说的是公喜 却句句嘲讽 还要我再掏银子亲自送去 岂有此理 二老爷 喝口水消消气 字舞 民步 官斗 他们也只能忍了 好在大寿也值得上进了 将来接管苏家 也能帮二老爷分忧啊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 就名不正言不顺 活该早早让位 要了呀 小儿不敢 小儿没有啊 你不敢 你们嘴里人人说不敢 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小儿没有 小儿没有 二叔 这是怎么了 今日新开张的店铺 应该高兴才对啊 没什么事 这不是我送完宾客 小管家说错了几句话 我训了他两句而已 小管家 不仅仅仅很诚实计计 did you want to do it 你以为能用家正式计划 我认为你用家正式计划 你可把她们促个部分的并壳 我认为韭 zd 许多客人拿着图样款式 来找我们定制呢 连肖管家也说我有天赋 二叔 我们苏家这两年 开了许多铺子 在京城早已无人能敌 您可否分几家店铺给我经营 我一定会将苏家发言光大 你现在还不是接触这些的时候 南门有一家店铺的账目 还没有清算完 你便去结算吧 可是二叔 您说过 我该独当一面了 还不是现在 来 温宇啊 二叔总不会害你吧 你现在年纪尚轻 容易轻信别人 这心肠也不够硬 还是把店铺 交给贵上那些 有经验的掌柜看着 你先从底层历练 才能有所成就 待时机成熟 你便能独当一面了 诺 那侄儿多谢二叔主 你能够理解二叔的苦心就好 事后不早了 赶快回去歇息吧 祝师父 朝命百岁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章 快起来快起来 你们这话从何学来啊 只需祝我今日生辰安康即可 我已经为你们操碎了心 哪有那个福气长命百岁啊 师父 今天是您的寿辰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聊表心意 绣得真精致 温孝 你的手越发强了 师父师父 我们也有礼物 师父 我看您瘦了 这是我给您做的密件 师父 你先收我 师父 你是我这个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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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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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让 祝您啊身体健康 这是什么 鞭子呀 送我鞭子做事 这样以后我再惹您生气揍我的时候 就不用满院子找鞋底了 算你识相 那我收下了 要是再犯错 看我怎么惩治你 好 师父 这是我送您的 希望您能喜欢 霓裳 您也送个香囊啊 跟文秀一样 我没有能不能 但文秀一致进去好看 那是 不愿是 你更能不愿意 我愿意 你更能不愿意 你更能不愿意 不愿意是霓裳送了香囊 送到师父了吧 你说什么呢 娘 你没事吧 师父 没事 只是想到了一些旧事 霓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香囊里 你用了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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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知道师父 特别珍爱后山那片梨园 常常在山头看那片园子 我想 梨园对师父 一定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就用了李蕊 则香囊 这梨园 是我娘种下的 我儿时 必被她拥在怀中 闻着她身上的清香 才能黯然入睡 那清香 就是李蕊 是我娘的味道 你 霓裳 谢谢你 今日是生辰 不能哭 孩子们 那就大吃一顿 敌醉方兄 好 你要鞭子 鞭子 师傅 我要吃鸡腿 你长得像个鸡腿 鞭子 你如此用心 怪不得师傅这么喜欢你 那是当然 咱们提成 可别人才不一样呢 今晚要不要小酌一下啊 小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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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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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了 喝多了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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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来好啊 不归手 出了喝酒 我帮她喝 我的酒 我的酒 来来来来来 接着喝啊 接着喝 接着喝 你尝尝面 咱俩来 你尝尝尝尝 凡子你老有我 谁让你老是两相好呢 有没有 你干 干了 别给我剩酒 喝 我喝不动了 可以吗 要不要 io姐 要不然找梅姨 给你短碗酸梅汤吧 梅姨呢 梅姨 梅姨师傅姐走了 童谛 我自己去 你跟老原相公自己去 那我要喝多了 我你不让我喝酸梅汤 你吃个点心不 你喝 cüc 来来来来 您说您都多大岁数了 还让自己喝这么多 没事 没事 什么没事 今儿大家都高兴 都开心嘛 喝点茶 喝点茶 慢点 慢点 哥俩好呀 五魁少啊 八匹马呀 五魁首 喝 来 继续 继续 哥俩好呀 五魁首啊 八匹马呀 三兄弟也到了 赶紧 好 最后一口啊 好 我们先回去了 行 我们下次接点喝 再见 我 眼球给你喝的 元 元香呢 酸梅汤 酸梅汤 酸梅汤在哪儿 在哪里 没放哪儿了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谁在外面啊 冬你晚上 让你疯狂 让你得意 你干吗锁门啊 你瞧你喝的 让你别喝了 你锁门 你说让你别喝了吗 谁让你喝的 开门 我去给你拿点 美衣的酸梅汤啊 不去不去 还往里绕人呢 有人吗 有人吗 我就要回去睡觉 我敲一下 回去睡觉 我没喝多 我还可以喝多 喝多的人 都不觉得自己喝多了 开门呀 里面有人 来 这里还有人 开门呀 开门 开门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吗 救命啊 你不是说 你要回去睡觉的吗 我们在这儿走什么呢 吹一圈风 你们洗个脚啊 有什么可吹的 你都会成这样了 今天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胡吧 翠玉 翠玉 走水了 翠玉走水了 走水了 走水了 快快终止大家 快救火 你还没有为谢家申冤 谢小姨 你绝对不能死 快 我看看 我看了 救火 救火 什么故事 快救火 出门走水了 走水了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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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啊 我来了 我来了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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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起来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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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这个 火太大了 根本土不灭 快去找师傅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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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怎么了 厨房 厨房走水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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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没事吧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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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大了 你叫我爹 怎么办呀 师傅 你怎么办呀 师傅 师傅 你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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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霓裳去厨房取酸梅汤了 什么 那他一定还在里边的呀 就他了 别让他们过来 你们都别动 好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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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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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裳 霓裳裳 霓裳 霓裳 霓儿 霓儿 过来 霓儿 霓裳 霓裳 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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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 过来 过来 快过来 拿呀 这孩子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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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帮小姐 娘 走 太疼 娘 师父 快 娘 快走 师父 师父 娘 娘 快走 快走啊 走 带着霓装 快走 快走 走啊 走 走 快走 快走 我 要好好地活下去 潜水 找我号警察 你回去救我家 警察 不要 娘 沈煎 梁 筱姐 小兄 我叫你 孟宝你来吧 我娘没 proteins 娘 娘 我娘 我娘没了 娘 生 生 生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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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靠小姐 小姐 你走啊 成天生孩子怕拖累我 让我高老还乡 被小姐被子与你相依为命 没想到 小姐 你的病怎么这么苦啊 小姐 我想你 你留下我可怎么办 要不是为了救你 师父就不会死 是你害死了师父 害了我们大将 当初师父就不应该收留你 也害死了师父 毁了云锦庄 如今我娘尸骨未寒 你们就让她走得暗手些吧 我说错了吗 若不是因为她 云锦庄怎么会被大伙烧毁 而这一切 都是她造成的 我娘没了 我最心痛 但这不是霓裳的错 你不仅不责怪她 反而护着她 承天 你还有没有一点骨气 我怎么没有骨气 承天 承天 有什么资格说我 没错 师父是因为我而死 是我对不起师父 是我对不起师父 可是走水那时 我被人锁在柴房 那个人是谁 还有谁会那么做 若不是因为我被锁住了 师父又怎会因救我而死 大家放心 害了师父和云锦庄的人 我一定不会放过 爹 您慢点 慢点 爹 您再喝两口吧 你先下去吧 爹 博宇啊 我听说 严家女儿所在的绣坊 徒遭大火 你二叔 可曾让你把她接来啊 对 我明日便骑程前去 对 接来也好 昨日呢 就把你俩的婚事给办了 爹 我现在还一事无成 不想成婚 什么话 男儿可以先成家后立业 这严家跟我们也算是门当户对 我的婚事 我想自己做主 爹 可是 你要是 执意 不愿成亲 你二叔能答应吗 二叔尽可以掌管苏家的事 二叔尽可以掌管苏家的事 当我的婚姻大师 他勉强不得 爹 您就别操心这件事了 您好好养身体 我先下去了 姐妹们 请留步 我有话要问大家 可我们不想跟杀害师父的仇人讲话 你胡说什么呢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呢 你为何给霓裳乱安罪名 你们要调查什么 师父寿臣那日 大家吃宴席到合了 我因醉酒去厨房找蒜梅汤喝 可我刚一进柴房 门就被人从外面锁上了 所以我想知道那段时间里 你们在哪儿 和谁在一起 可有人能证明 简直胡言乱语 你以何资格来查了我 那我总有资格了吧 虚实到此时之间 你们究竟在何处 我跟承天的拼酒 对 我 我也在旁边 不坏手啊 八抵马啊 三兄弟也到了 赶紧 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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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口啊 你都这样了 你还喝 成天 我们先回去了啊 再见 我在宿舍休息呢 走水的时候 金蝉和翠玉来叫我 走水了 快救火 快救火 水了 救火 救火 快救火啊 快救火啊 我在前缘吹风醒酒 后来他还找我聊天 太好看了 你们都走了 就留我一个人收拾啊 晚宴后 我就帮梅姨收拾碗筷了这儿 后来我也去了 严文秀 那你呢 你在何处 可有人能证明 荒谬 明明是你杀害的时候 众姐妹不拉你去见官 已是仁慈 你为何如此张国 竟敢质疑到我头上 我只问你 你在何处 可有人能证明 我无需向你回答 你必须回答 你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来吃吗 我 竟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你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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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人羞耍 你动他一个身上 还是不能羞耍 谁是羞耍 你别走 谁是羞耍 你就是瞎羞耍 你不是羞耍呢 羞耍 别走 你没走 我就能认识 你放开我 羞耍 别吵我 你这个杀人羞耍 别吵我 我 你放开 请问颜文秀姑娘在吗 请问颜文秀姑娘在吗 别吵 テad自己恩人 要是严文秀 请问您是 文秀妹妹 你不认识我了吗 是你表哥 苏文宇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是你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是你表哥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在你表哥 有没有认识你啊 老哥 表哥 你怎么才来接我 不被人欺负我 谁欺负你了 一个欺 没上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表哥 您可是来接我的 正是 我是受颜波赴执来接你回去的 趁着天还没黑 我去收拾东西 我们即刻就出发 你不需要给师父手腕投契吗 不用 我会在心里接见师父 那这里的某些人 我这辈子也不想再看到了 这个盈文秀是个什么东西啊 师父尸骨魏函 他竟然能跟着他的表哥 欢天喜地地跑了 算了 我迟早都会走的 你们也都走吧 留我一个人在这儿都行 我陪你给师父手腕投契 我也陪你 我们都陪你 你们都走吧 连梅艺都走了不是吧 连梅艺都走了不是吧 以后云锦庄不复存在了 你们也没必要再回来了 不必再回 却也无处可去 我也要 霓裳 咱们还是让先前说好的 去京城找我舅舅吗 承天 反正林静庄 就剩你一个人 不如 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承天 你心里 可怪我 毕竟颜文秀说得没错 师父确实是因为我 才去世的 傻瓜 我娘非疼你 难道你 要她见死不咎呢 霓裳 阳京 你我三人都没了父母 以后咱们相依为命可好 好 从此 我们目离伏剑 相依为命 师父 你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承天的 以后有我们一口吃的 就绝对不会饿着他 您在酒泉之下安心吧 霓裳 定不负两年来您的教诲 凭真本事在世间立足 努力成为 一剑女伤 一剑女伤 请不咱们 请不咱们 好 很紧 去吧 师父 我一直想跟你说 在我心里 我早就把您当作了我的娘亲 我没有家 女女装就是我的家 可是 我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的本命其实叫做仙晓妮 师父 师父 霓裳 别哭了 霓裳别哭了 父 娘 父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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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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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相隔了 我那苦命的义妹一生坎坷 眼看着云锦庄生育渐落 且又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弟子 没想到 那些弟子呢 他们都去哪儿了 云锦庄虽然遭了难 所幸弟子们都已学成结业 自然是有家的回家 那没有家的 霓裳姑娘又去了何处呢 那孩子无父无母 听说是带着原香和承天 一起去了京城西郊 原庄主不幸蒙难 子虞来迟 原原庄主入土为安 早生极乐 谢小霓 这名字为什么这么熟悉 感觉似曾相识 霓裳姐姐 霓裳 霓裳 你快看啊 那我名字在哪儿 王爷 你怎么样 王爷 头又疼了 王爷 谢小霓 王爷 王爷 反正此地无事了 您身体又不舒服 运送瓷器的车队明日启程 所幸 我们跟车队一块回京城吧 好